大部分以前的那种传统手术叫做一个难外的晶体栽除 那个需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6mm的伤口 然后来把水晶体把它拿出来 那现在是用一个叫做超硬波乳化素 我们用一个甚至可能2点多mm的一个伤口 在眼睛上面可能几乎不用缝线 那进去以后我们再把内脏外面的那层有一个叫囊带的组织 在囊带上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切口 把里面那个变质蛋白质用一个超硬波震荡的方式 把它变成乳化变成水然后把它吸出来 然后再放一个人工水晶体进去 那这样基本上就是完成 那基本上这就是门针手术的伤口很小 我们大部分都不需要做缝线的部分 现在开始因为技术开始进步 所以开始就有一些飞秒雷射的 那叫辅助其实不是完全用雷射来做 它只是在我们超硬波的手术的步骤中 几个步骤是用雷射来做使用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雷射比较精准 比如说有些步骤要吃那个囊带的话 可能要比较圆 那可能就会觉得雷射好像会做得比较圆 或者说伤口比较漂亮 但是当然其实最后都还是需要使用超硬波的方式 把那个晶体吸出来 所以超硬波会有的问题它也会有 但是只要有经验的医师在操作 其实也不一定真的是使用到飞秒的 当然有一些比较困难处理的板链杖 在飞秒处理中它有它的优势 对 因为比如说人的手也许没有那么稳 比如说它晶体有歪掉了 或者是说有其他的问题 用飞秒可能可以协助医师做更好的处置这样子 或者说有些人觉得 我真的是非常要求专业完美 那也许就是可以使用 因为这完全没健保肌肤 就是全自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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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